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吓到李渭不着调的亲娘 都演得入目三分 尤其是关于官场透黑的部分 深入浅出 斗得尤为精彩 现在看来 由和平老师的雍正王朝 大明王朝一千五百六十游都在讲官场 讲摊佛 李渭当官之兰第一小演的粗 在初中游戏 一小见大 拥有三分奇妙滋味 在中国 不管是电影 电视 还是话剧 大家一致认为最缺的人才都是编剧 只有好的编剧才能写出作为一句之本的剧本 而只有有了好的剧本 才有可能做出好的话剧 好的电影和好的电视作品 如今一提到戏台 所有热爱戏剧 戏剧的朋友 不可能不知道这部剧 除了感叹和称赞陈佩斯 两位一些两位技艺高超生气整部戏的老戏剧以外 我们还应该记住这个写出一句之本的编剧 《月无外幽月》 《月月》1956年生于北京 原名爱新折罗恒月 孔庆王的敌其后裔 又年受到良好的文艺教育 善长楷书 行书以及草书 其书法是爱新折罗家族中的佼佼者 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的玉月先生 对于今时有着多年的研究 特别是对和珅更是表如指掌 曾经为金连海先生的历史上的和珅作势 八号戏剧创作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之一 现任中国剧写中国戏剧年间编辑部主任 他的作品曾获藏玉戏剧文学奖 文华奖 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并深乱戏剧文学交易 左起分别位 杨立新 月月 陈佩斯 一位观众看完戏台演出后 在豆瓣上如此评价道 喜剧最难得的是 让你几乎从头了到尾 还处处节奏紧凑 这样的戏非得是 旧王府里的富贵贤人才写得出来 这位旧王府里的富贵贤人 就是玉月 编剧玉月是嫡喜后裔 宫秦王的第五世孙 本名是爱新觉罗横月 其父于还记名六岁时 就被赶出了身养他的公王府 住在东丹的小院子 玉月记事以来 吃穿用度都是内务府的皇族专攻 记忆最深的还是家里的那些字画 爱新觉罗家族里的书画高手很多 在这种氛围的寻陶下 玉月是不会认字就先开始练字 像模像样 越写越好 看书 行书 草书都拿得出手 这次画剧新台的水牌 还是他自己亲自挥好写旧的 文革期间 玉月凭借自己拉胡青的才艺 考上了总政话剧团的文艺兵 团里排戏人手不够的时候 他就跑跑龙套 还是在排望水千山的时候 解释了陈佩斯 他俩一个是费兵甲 一个是费兵乙 副元之后 玉月增 经在洋游外贸总公司待过一段时间 这工作是大家眼中的想不不 刚到单位工作 就有人往家里扛粮食发大枣 可乐坏了一大家子 待久了 玉月就觉得闲得慌 浑身的文艺细胞都在躁动 找了个机会顺利调到剧本月刊 乐呵呵的做起了他喜欢的文艺工作 玉月这个不经意的选择 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接触到了曹宇 夏妍等优秀剧作家 每天的生活都适合张康康 流行物这些作家讨论文学 骑车去看画展 听音乐会 那画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人处在一个亢奋状态 就像一块干海绵掉进水里 他说 当国演员从小熟悉舞台 博览寻书的玉月走上影视剧创作 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戏说历史是玉月尤其擦长的题材 他自己的第一部影视处女作 就是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的《非常功名》 电视剧《非常功名》于2002年上映 卡斯强大 贾 王力 秦海陆军有重要的戏份 香港首席写新皇子华饰演的溥仪 更是全剧的一大亮点 提起溥仪 很多人对她的评价 都是不屑的 揭一句《末代皇帝》 电视剧《非常功名》里 玉月笔下的溥仪 除了一个帝王头衔外 还有和凡人一样的感情和心理事件 她也是有血有肉的 溥仪孤体性格中所蕴含的小幽默 被皇子华诠释得十分到位 让这个悲剧人物 也有了很多可爱的地方 换个角度看问其 这让玉月有一些灵光闪现 台下观众看着台上的演员演戏 看到的是正面 那我要是把背面翻转过来给观众看 又会是什么样子 这出戏台正是她和陈佩斯聊天的时候慢慢聊出来的 陈佩斯也有一个想法 想创作一个阴差阳错的 爸爸吹捧成觉得错位的故事 正好和自己的想法可以契合 于是 两个月后 戏台的剧本诞生了 戏台自2015 年首演 就获得了很多观众的热烹 当中还有不少年轻的观众群体 豆瓣评分9.1 足以见的这部戏的口碑 在这部剧中 有很多关于京剧的情节 玉月都是通过搜集资料 加上内行的人 分享整合到一起的 排练的时候 他就是赖着步走 跟进全城 把他看到的这些东西 作为一种案头 和演员分享交流 整场戏演出完毕 观众环独以为 编剧是个京剧行家 戏台剧照 现在多数爱心植罗家族的人们 还可守着他们不许单官 不许经商的祖训 所以大都从事着 文化艺术教育等工作 玉月也在编剧这一行 当着闲洒王爷 编剧这份活 就是写东西 玉月不是对于 每种题材都能吃得开 这或许是他的局限 不熟悉 不擅长的 那就不做 他给自己设定的局限 反而成了一股正面的力量 在他熟悉的历史背景中 写他的嬉笑怒骂 精益求精 把擅长的事情做好 做到极致 这本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希望戏台之后 我们能看到这位王爷 演出的更多好戏 如今直笔的舞台剧戏台 是在天才般的幽默智慧当中 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化传承的故事 编剧功能力令人赞叹 年轻那会儿 特严肃 总觉得有好多大事要思考 现在呢 看什么都觉得可笑 连严肃这事本身都觉得不怎么靠谱而了 真若有上帝 他老人家当时大概是 现在 那二伙肯定是 编剧 剧月 没有任何一个热爱戏剧的人 会允许自己错过这部好作品 撤裂 司机大成回归之作 这位让无数竖起大拇指的喜剧校将 会再次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 知不知道